如果你有了解TRA的做法 他怎会只是公开名字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制度了 你了解的话 了解详细一点 再问吧 港人港地的记者 日前在记者会上 质疑教协副会长叶建元 为什么不考虑用英国TRA的做法 公开失德教师的名单 叶建元反叫记者 了解英国Teaching Regulation Agency TRA的运作 究竟TRA是怎样运作的呢? 叶建元本人是否了解他的运作呢? 在英国被投诉的教师 即使未进行聆讯 他的资料都会在TRA的网站公开 专业操守小组负责聆讯听证 小组由三名独立人士组成 当中至少一名教师 一名业外人士 已经完成聆讯的个案 公众可引网上查阅相关的调查报告 举一个案例说明 前英国教师 菲利普特纳 在Facebook发表仇恨伊斯兰教的言论 以及在课堂上做出涉及种族歧视和仇恨的引导 TRA在今年3月公布的报告建议除牌 报告详细列明特纳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注册编号、出生日期、催派日期、最后工作的学校、专业操守小组成员名单、投诉内容、调查结果及其理据 家长的投诉指 在英国一间小学任教的特纳 在2017到2018年间 在Facebook发表及转载不尊重伊斯兰教和不同国籍的言论 例如指伊斯兰教是世界的癌症要切除掉 在课堂上发表不合适的观点 例如指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罪犯或者坏人等 特纳不承认上述两项指控更加拒绝出席聆讯 也没有委派代表 不过传媒和公众人士可以列直旁听 小组审视校方调查等署面证据证人公辞 考虑到特纳没有悔意 没有认识到他的行为对学生的影响 和公众对教师专业的看法 TRA裁定两项指控成立 认为他犯下不可接受的专业失德 令教师专业蒙羞的行为 基于公众利益在特纳的个人利益之上 其极端观点对学生构成风险 建议禁止特纳在任何学校任教 并且不可申请恢复教职 有建议认为香港应该参考 或者引入英国TRA的制度 叶建源在Facebook发文表示 举脚赞成请抄全套 但他近日又再次发文 指TRA不接受匿名举报 有公开调查报告 又指控教育局处理投诉黑商作业等转移视线 叶建源口口声声指现行机制有问题 作为代表教育界的立法会议员 叶建源这8年来有没有提出过改革建议 为教师争取更公义的制度呢? 他是不是失职呢? 如果要求投诉教师要实名制 被投诉的教师的声明 就是不可以公开呢? 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早前向教协发公开信 表示愿意与教协、家长团体等 成立民间联席会议 改革处理失德失职教师的制度 叶建源与教协超过一星期 至今仍然避意不谈